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V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的Daiso系列 馬上就和大家一起去發掘一下有什麼寶藏物件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40件Daiso好物 這塊透明的東西 是一些不用用過膠機都可以自己過膠的膠片 將要過膠的東西放進去 再壓緊它就可以自動過膠 要留意膠片是有正反面的 跟著後面的說明做就可以了 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見到最大可以去到A3 而最小就可以用來過膠卡片 這樣自己要過膠就不用拿去文具店了 這張白色的紙 看上去就好像普通的紙 不過看真點 它有個抗字 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貼紙 其實它是一些有抗菌作用的貼紙 是給你貼在一些燈制 按鍵 扶手等等 一些會經常接觸到的物件上 達到一個抗菌的作用 針對不同的物件 大小有不同的貼紙 其中一張可以讓你自由剪出想要的形狀 而這一卷就是一卷抗菌的膠紙 可以當作是一卷普通的膠紙用 它主要是用來貼在一些隙間 用來防塵或貼在凹凸位之類的地方 加入了抗菌的作用 可以當作抗菌貼紙 貼在開關鍵上也可以 手頭上面這幾個是一些有蓋的直膠鍋 有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形狀 非常之輕便 容易收藏 而且有蓋 最適合就是用來放在微波爐裡面的食物 而且它內熱可以去到230度 可以放進焗爐 用完也可以放進洗碗碟機洗 相當方便 不過它就貴一點 最便宜都要25元一個 這塊網狀的東西一看就知道 是一個可以用來隔渣的工具 特別適合洗米的時候用 隔走洗米水 它內熱可以去到120度 就算加熱的湯水也沒問題 網的邊位有幾點凸起 方便你去固定位置 另外有一邊手柄位 方便用尖鍋的時候可以單手操作 適合26cm以下的鍋具 應該都夠用的了 這個透明膠箱是一個專門用來裝米 或者裝食材的膠箱 這裡都頗特別 看到箱底後面的位置會有兩個輪 可以方便你拉出來拿東西 放下箱又很穩陣 不會滑走 蓋上面的前端可以打開 方便在上面拿東西 不用打開整個蓋 而蓋的底部就有個長方形的位置 可以讓你扣住一些 例如吸濕包之類的東西 看來簡簡單單的一個膠箱 其實設計上每一個方面都很貼心 這個膠盒就像圖片顯示的圖案一樣 特別適合裝一些零食 一些小小粒的東西 或者是乾的食材 蓋上面有個角位可以打開 可以讓你倒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盒就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可以一個搭一個 有黑色蓋和白色蓋可以選擇 不過要留意這個盒不是耐熱 所以不可以放入微波爐 雪櫃的收納都可以很講究 這個罐裝飲品收納架 可以放四罐飲品 整整齊齊 一拉出來就可以 想找什麼飲品一眼就看到 不用再那麼辛苦 找到最裡面的飲品了 它還可以打直放在雪櫃門的旁邊 有效利用所有的空間 這個袋是什麼來的呢 想都沒想過原來是個花瓶來 只要裝了水就可以站起來 插你喜歡的花進去 用完不要都可以丟掉它 非常方便 想有空插一下花 又不想買個花瓶這麼阻擋呢 這個袋就適合了 裡面有兩個 一個黑色一個白色 有沒有試過廁所有臭味 但洗劑也還有 不止哪裡傳出來 就可以試試用這張貼紙 把它貼在馬桶上面就可以除臭 就是這麼簡單 我就沒試過 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 如果有人用過 記得留言告訴我 到底行不行 見到這個圖頭 就知道是清潔用品了 藍色這幾款是玉色的除毛菌系列 幾個款式都有些分別 這款白潔布形狀 用完可以再用 另一款可以切開一粒粒用 清潔細部位 接著是一款加入了研磨粒子 針對喉管難洗的位 最後這款做到濕紙巾 可以用完積器 如果在一些縫位 或者是不方便用手擦的地方 就可以用這款加入了研磨粒子的除毛棒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浴室的紅色毛菌呢 接著這款紅色的就是針對清除紅毛菌的海綿 同時可以清除一些浴室裡面黏粒粒的髒東西 除了各式各樣的除毛用具 其實還有一款噴劑 噴出來是一些泡泡沫 專門用在一些細小的位置 和有橡膠的地方 接著這兩包針對一些窩具 難洗污漬設計的白潔布 一包有五塊 接著是一包急救用的濕紙巾 專門用來清潔一些不小心 做到在衣裏的污漬 急救一流 不過要留意它的用法 以免污漬越整越大 這個藍色的一塊東西 是專清潔白色衣衣嶺 袖口位這類污漬的番茄 用完它之後才放入洗衣機洗 這樣就會清潔得乾淨一點 直立式飯殼 這裡有幾個款式 不過目的都是只有一個 就是要把它動起來 塗完東西之後 碰食物的位置就不用碰到桌面 乾淨衛生 黑色這個款式厚一點 而且更加耐熱 就專門用來煮菜 塗其他食物 接著這一塊是一塊 專門散走薯仔皮 蘿蔔皮之類的海綿 不知道用它會不會比用刀 用過的朋友記得告訴我 除了去皮 還有專門去蘋果核的工具 將這一條通由蘋果的頂部直接插到底 轉一個圈就搞定 整條芯就可以就這樣抽出來 接著這個是一個蔥花收納盒 為了要保持新鮮 將預先切好的蔥花收起來 盒裏面底部會有一個網狀架 可以夾走多餘的水分 這樣用到的時候就可以保持新鮮了 拿起煲蓋之後 通常都要用煲蓋架放上去 有沒有想過蓋都可以連架 這個就是一個手把 連架的設計 換了它之後 就不用再找位置放過煲蓋了 非常方便 這條就是一個可以圍著電池爐邊的膠條 防止水或食物殘渣流進去 適合75厘米闊以下的電池爐 太長的話自己修剪就可以了 一百包的粒狀食物 開了口很難收買 又不想倒進瓶裡 這個小工具就適合用 直接套進包裝袋裡 造成一個兩邊開的開口 大的一邊還夠位置放入匙巾 非常方便 如果覺得剛才的瓶蓋太大 就要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薄的版本 相信大部分的包裝都應該可以用到 它有一個小的開口 可以倒些東西出來 而最貼心的是 連蓋都可以當量杯 可以量到一茶匙的份量 家裡的開口的鹽和糖 都可以用它來封口 想不到Daiso都有這類的嬰兒用品 這個是一個吸鼻器 可以用口吸走嬰兒的鼻水 中間的瓶會裝住鼻水 防止吸入口 全部零件都可以拆開來洗 而且可以用滾水消毒 家裡有嬰兒就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是一個訓練面部肌肉的訓練器 放入嘴的兩邊 再收縮肌肉來訓練 每天做兩至三分鐘 藍色的那個強度會大些 至於練習面部肌肉有什麼用呢 當然是想漂亮些 至於有什麼效果 就留給大家在網上找一下 接著介紹這個是雙層不鏽鋼的餐具 可以阻隔全熱 這個碗就算放熱或者放冷 手都不會特別感覺到特別的溫度變化 同時都會有保溫的作用 而另一款是一個小碟 都有相同的作用 不過這一類的產品 價錢就會貴一點點 接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具 不認真看 不知道原來是一個膠紙座 膠紙就在背後放進去 而用的時候膠紙就會在嘴裡拉出來 非常有趣 有狗仔和貓仔款 不過我只看到狗仔的款式 接著介紹的這個 是我覺得相當好玩的東西 可以讓你發揮自己的創意 自己設計圖案出來 印在這張東西上面 然後再用燙豆把它燙在衣服上 或者在其他布料上面 分開了深色布料用的紙 和淺色布料用的紙 印圖案的時候 記得要用噴密打印機 然後這個是一款坑位的衣架 可以擴充掛衣的位置 下面的孔是給你掛衣架上去 這樣在一條鐵通上面 就可以增加掛衣量了 當然它也是一個衣架 兩邊的位置可以延伸 增加通風的空間 可以幫助三塊的光 這一款是一款可以快速收掛的衣架 是用甲的方式掛上去 勾的設計完全包圍浪衣架的鐵通 所以都有防風的作用 而且左右可以延伸 有助速光 接著這一款是一款可以掛在車椅背的衣架 特別之處是頂部的掛勾可以屈曲和旋轉 可以扣在車背打直的光上面 接著這一款摺起的衣架 又是用來做什麼呢 原來是為了方便穿入衣領位小的衣服 穿入衣服才打開衣架 這樣就不會拉扯了衣服 左右臂可以拉長幫助速光 掛勾的位置也可以任意旋轉 這個衣架也是用甲的形式 特別的地方是兩邊伸展出來的肩膀位特別闊 可以防止衣服變形 伸展出來的肩膀位可以旋轉 方便收納 這條清潔棒是專門用來清潔冰箱底 這一類連吸塵機都入不到的垃圾 夠長 可以夾緊張除塵紙 深入深處去清潔 我認為這一類產品是必備的清潔工具之一 接著這一款也是同一類的東西 都是一條清潔垃圾的清潔棒 不過配備了毛巾款的抹布 洗完可以再用 這個是一個刮水撥 可以刮走玻璃上面的水 特別的地方是可以旋轉 方便調教不同的角度用 同時可以摺起收藏 有兩隻顏色 就這樣看 猜不猜到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不阻礙大家時間了 立刻開鼓了 它其實是一個積氣尿袋 不是用來充電的 是真是人有三急 例如是塞車 戶外緊急的時候要去小便 就可以用它 男女都可以用 裡面有些物料可以吸濕吸味 又不怕漏出來 封緊它再丟掉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發現家裡的搖控 沒有套包著 弄得很髒的話 這個搖控保護套就適用了 它適用在大部分尺寸的搖控 因為你只要將它的肚 套進去搖控 再用風筒的熱力吹它 膠肚就會收縮 完全緊貼搖控 有防塵和防潑水的作用 今次的介紹來到這裡 喜歡的就記得按LIKE 下條片見